今天ESPN预测小组对今年夏天NBA各支球队的演员行动作出排名,最终忽然得到詹姆斯,被认定为年度最佳演员,而火箭超低价得到安东米,却被认为是年度最佳演员。 对于这个评价其实大货都不必太过在意,因为要知道早在去年的时候,火箭期换一得到保罗也仅仅被这些人认为是一笔低价,失去保罗的快船反而拿到了A,这个赛季已经结束,保罗的表现要所有人都打脸了。 所以说火箭摘瓜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去年火箭就是因为筹码问题,犹豫在三岁中决定放弃得到安东米,结果前往零天的安东米顺利变成了所有人口中的毒瘤。 而从本质上来讲,安东米是一个好球员,他愿意为他效力的每一支球队贡献出自己所有的能量,也愿意为球队做出足够多的牺牲,球队战绩不好。 我们根本不应该把矛头指向他一个人的身上,去年是因为筹码问题放弃摘瓜,今年了,白送到,而且稳干不赔的送过来。 火箭为什么不要,自从火箭得到安东米加盟的口头承诺后,整个联盟都不好了,先是预测下赛季有了安东米的火箭夺关概率降低百分之一。 接着现在对各支球队下季的操作评分排到最后一名,一直以来关注社交媒体的安东米心里应该也是格外不爽。 加盟火箭对于他本人来说是一次追求梦想之旅,是他陪兄弟打球的旅程,更是一次他的救赎之旅。 下赛季对于安东米来说有多重要,我想钱光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所以下赛季的安东米必然会全力以赴。 努力对待每一场比赛,他是必要利用这一次机会实现救球。 之前安东米自己也表示自己感觉很不错,他还能继续打首发,他在球场上依然有足够的实力,所以他下赛季还是会强势回归的。 而说起来,妹妹我想也真的是够了,他们真的仅仅只是用钱光在雷行失败的五个赛季就直接定义了安东米的职业生涯。 投开上赛季低迷的安东米不看,安东米在以前每个赛季,不是二十家的高效数据。 下赛季的火箭必然一名惊人,下赛季的安东炮组合必然能强势打脸,喜欢火箭的球您盯起来吧。